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风水的观念 叫做聚气的条件 聚气 其实很多人 一直常听我在讲气气气气 你要知道聚气的一种条件是什么 聚气的条件 你把他想做杯子装水 杯子装水 他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他四面都要包袱 四面都要包袱 然后他有一个缺口 可以让你装水 你就可以喝这一个水 所以聚气的条件也是一样 他必须要四面环墙 然后还要有一个缺口 他必须要具备这一种 所以为什么 我们看到那种修车场 他可能就是 这样子 他这边没有封起来 像这一种的他就 比较不聚气 他比较不聚气 他会比较善气 所以我们的居家房子 就是所谓的密闭空间 所以聚气就是所谓的密闭空间 了不了解 密闭空间 这样子气场才会在里面 被关起来 然后开始正式的运作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聚气的条件 他必须这两个都必须要聚准 所以有些人他就会说 在外面 各位 在外面的时候他打罗盘在外面 他 来讲他认为罗盘在外面会比较准 可是实际上你假如 知道罗盘他是在感气的 一个好的罗盘 其实在室外打的时候非常的不准确 了不了解 他非常的不准确 他只要一感受到 他那个气场不变 都就变化了 他就整个就会偏移 他就整个会偏移 再加上气 在外面 没有他是空旷地 所以他是没有办法聚气的像的时候 罗盘非常非常的不稳 所以你不要 不懂 你就觉得我的罗盘怎么这边凉也不对 那边凉也不对 我的罗盘是不是坏掉了 没有 那个就是好的罗盘 因为他是在感气的 他是在感气 那一种的 你假如把你的罗盘当做指南针而已 就是说他在跟你讲感气的事 结果你根本就不懂 罗盘到最后就是直接给你指东西南北而已 也就是说你认为准的 方向指的很准的这种罗盘 其实是死掉的 他是死的罗盘 因为他是感气用的 但是他跟你讲了以后 你说他是错的 所以他到最后他就不跟你讲了 他就变成是一个单纯的指南针 所以我很少 我几乎不会在室外打罗盘的原因 是因为室外 他有这个条件吗 没有嘛 所以他的气场不会在那边做运作 了不了解 他不会做运作 所以打罗盘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我们一般都在室内打罗盘 都在室内打罗盘 然后去感受 那个气场的一种变化 所以各位这个就是一个盲点 所以有些人说 罗盘要在外面打才会准 有些人说在室内 我是属于室内的这一派的 因为罗盘他是又买感气 你什么真正的坐向 对我来说不是重点 了不了解 真正的坐向对我来说不是重点 是在里面的气场 你有没有乱七八糟 你的里面的气场乱七八糟 你住下来就很像 气场就像磁场一样 我们都希望统一磁场 结果 里面可能这边有A的磁场 在这边又变了又变B的磁场 你同时受两个磁场的影响 请问你身体会好吗 你身体不好的情况下 请问 你的运势会好吗 都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聚气的条件 就是要室内还强一个缺口 所以你不要认为 我到公园里面 做了凉亭 凉亭有一个建筑物 这边通风很凉气场很好 跟各位讲那边没有气场 要不要解 那边是通风凉而已 但是 不会有气场 为什么 因为气场聚气的条件 是在密闭空间里面 而不是开放式的空间 所以当你了解了这一个点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罗盘 他要怎么打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罗盘在室内而不是室外 室外 顶多两个东西南北够了 问题 我又不是那一种真正的 什么玄空派的说一定要坐向非常精准 对不对 我们不需要那种东西 我们 那个只是偶尔拿来运用 早早才会在哪里 但是我们真正要看的 还是什么 他里面 这个居家里面他的气场的一种变化 他的变化跟我讲了以后 我才来做相对应的调整 所以各位 从一个聚气的条件当中 你就可以知道衍生出其他 风水的知识 罗盘怎么打 坐向是否重要 这些都是 很大的 疑问 很大的疑问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